嗨 大家好 我是Jeryl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 颱風假到底是不是假 以及我放紅到底放不放颱風假呢 咪咪咪 吐吐吐吐吐吐 根據天然災害發生失業單位 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的第七點 雇主除了當天的工資要照給 移家給勞工工資 其實颱風假主要是避免勞工在往返公司的過程中 而發生了風險以及事故 所以才放了颱風假 其實颱風假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放 就像日本他們就完全沒有颱風假的規定 那大家就會想說 欸 那我們最近因為疫情而居家辦公 或是有分流工作 那究竟我們的颱風假要怎麼放 根據勞動部的公告 颱風來襲 勞工是否出勤 需以安全為所要考量 如果有人想無法提供勞務 雇主也不得出意不利的處分 是否真的差這一天工作 那就看公司如何去跟員工協定囉 最近有問一下同業的夥伴們 遇到這個情況的話 公司要怎麼處理 所以有三個狀況 那在公司的角度的話 大家覺得公司應該要怎麼做才好呢 下面留言分享一下吧